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不得不重新踏上这片伤心地 多年过去了 她的运气也一如既往的糟糕 似乎还有传染家人的迹象 由于嫂子的离世 担心哥哥部落一个人过得不好 下岸选择回家陪伴命苦的哥哥过圣诞节 哥哥部落有一个上高三的女儿小雅 小雅是个熊孩子 没事上街和朋友吵个诉 给警察老爸添麻烦 这天因为和朋友闯红灯又被老爸抓了 亏得老爸疼他 这才免除处罚 虽然小雅挺调皮 但是对于姑妈的到来 还是很欢迎的 夏安为哥哥有这么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很欣慰 但一踏上这片土地 她倒霉透顶的阴影就挥之不去 每一天 那一天的回忆都在她脑海里 一幕一幕的上演着 没有办法 既然忘不掉就假装不去在意 夏安决定不去想这些东西 毕竟命运强行给你使绊子 你也没招啊 命运偏偏不给夏安这样的机会 小雅高中毕业 同学们在毕业晚会上都打算最后嗨一把 小雅也在宴会上认识了一个帅小伙保罗 但是小雅的朋友说这个人吐离吐气 不配合小雅在一起 顺便对保罗一顿羞辱和嘲讽 但这还是没有阻挡小雅对帅小伙的憧憬 毕竟女人沉迷于爱情 可是什么都不管的 两人一见面便是干柴烈火 相谈甚欢 谁也不知道在人群欢声笑语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晚宴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 同学们开始庆祝余节 有一男一女昨天晚上出去之后 一直没有出现在人群中 庆祝会照旧举行 同学们在一阵欢声中跳进了水中 突然在一具伤痕累累女尸在水里冒了出来 夏安恰巧也在这次集会 看到尸体时恐惧的回忆 在夏安脑海中再次浮现 哥哥安慰夏安 有可能是水里撞到什么东西 所以才会伤痕累累 毕竟那个杀人狂魔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他们依然自欺欺人的认为 这一切仅仅只是偶然 可是杀人失踪事件一件又一件接连出现 而这些受害者大多也都是小雅的同学 这让小雅非常慌了 她请求姑姑一定要保护好她 夏安答应了她 可问题是你姑姑她也是个倒霉蛋呀 在家中他们也感到十分的不安 在外面好像一直有什么动静 夜晚夏安忍不住想出去看看 一个人拿着手电筒走出去 还好只是一头鹿 突然有什么东西滴到了夏安身上 是鲜血 抬头一看 一具被开膛破肚的尸体挂在半空 这下夏安彻底确信了凶手已经盯上他们了 警察局里夏安坚持认为这是老必有出现了 让警官们赶紧去殡仪馆进行搜查 警官们不相信她的话 觉得夏安这是神经过度 之前夏安去过一次殡仪馆里 里面东西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气氛阴森 夏安抓起一把刀冲进地下室 结果发现馆长和一大群人在搞集会 所有人都看着神经兮兮的夏安 原来殡仪馆已经被改成了收藏博物馆 更让夏安不可理喻的是 殡仪馆馆馆长居然将老必的那些刑具收藏起来 她的杀人故事已经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 那个叫老必的人已经死去了很多年了 没有人在乎她之前有多么残忍 吸引人的永远都是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夏安因为私创民宅差点被抓进去 现在命案出现 夏安又开始紧张了 那个殡仪馆是可疑 但是去殡仪馆没有搜查令 馆长是不允许警方随便进去的 夏安明白老必又回来了 老必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让夏安如此恐惧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多年前 夏安的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当年夏安和闺蜜黑妹一起到墓地去抽大烟 可能是由于药物的作用 想和黑妹一起爬进殡仪馆里寻找刺激 你说这两个小姑娘 没事去殡仪馆找啥刺激 正准备爬窗户的时候 夏安却意外跌上了膝盖 还被殡仪馆管理员老必抓了个正着 出乎意料的是 老必似乎并没有生气 反而邀请他们去里面治疗腿伤 很奇怪这个人也太热心肠了吧 当老必给夏安治疗腿伤时 黑妹却不见了 老必说她只是去看看那些古董 夏安虽然有疑虑但也相信了她 当老必拿出一大瓶麻醉剂时 夏安这才如猛出行 再劫难逃 一个少女怎么可能对付得了一个壮汉 老必轻而易举就控制住了夏安 夏安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地下室的床上 动弹不得 旁边是伤痕累累的黑妹 以及刚刚经历过非人折磨的死尸 夏安绝望地发现 老必不但是一个杀人狂 还是一个有虐待倾向的魔鬼 他要求夏安和黑妹玩一个游戏 要么让黑妹死 要么让自己受折磨 一开始夏安和黑妹都选择让自己受折磨 老必觉得这样玩游戏没什么乐趣 决定让他们受的折磨更痛苦一些 轮到黑妹时 他选择了让自己受苦 这一次老必居然将黑妹的舌头割了下来 轮到夏安了 如果自己也选择受苦 下一个被割掉舌头的就是自己 他看到了黑妹的惨状与痛苦 他选择了让自己活下去 老必最喜欢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就是他游戏的乐趣所在 老必向夏安承诺 只要夏安一直选择其他人死 他就让夏安一直活着 要么痛苦要么死 老必高高兴兴地整理尸体去了 而这时夏安没有坐以待毙 横竖都是个死 不如索性搏一把 他趁老必没有注意 割开了绳子挣脱出来 蹲在老必的必经之路上 一下将他击倒 但他怎么可能打得过老必 眼看就要撑不住 夏安抓起一把叉子 刺进了老必 这个魔头终于死了 而由他带来的阴影和恐惧 让夏安终生难以忘却 现在老必的侄女 也遭遇到了这个变态连环杀手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 安静地待在家里不再乱跑 杀人魔总不能冲到家里痛下杀手 而且警方也在他们家周围布置了警力 安睡的夏安突然接到警察局电话 无法联系到家外面的警车 夏安这一次彻底懵了 没想到凶手这一次 真的敢找上家门 屋外卫生间里好像有动静 他不敢多想 赶快冲了出去 没想到卫生间里的哥哥部落的身体 正倒在血泊里 夏安碰倒在部落尸体上痛哭流涕 他抓紧哥哥尸体旁边的刀冲了进去 他看到外面的警车毫无动静 他走向警车打开车门 发现里面的警察早已死亡 夏安崩溃了 一定是老毕 一定是他 这个男人再一次毁了他的所有 夏安突然看见 远处一个身影像极了老毕 准备追过去 好巧不巧 这时警方恰好感到 夏安这才注意到自己浑身是血 警方二话不说 就将夏安逮捕了起来 看到真正的凶手逍遥把外 自己却被当作凶手抓了起来 夏安只能争辩着人不是自己杀的 不能摆脱嫌疑的夏安 被关在了警察局 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小雅的男朋友保罗突然来看望夏安 保罗说小雅现在失踪了 只有你才能找到他 夏安答应过小雅要好好保护他 这个时候小雅不见了 这件事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小雅很有可能已经被凶手抓到了 凶多吉少啊 怎么办 这时候保罗送来神助攻 他趁看守不注意将钥匙递给夏安 夏安拿到钥匙 故意含自己冷 让守卫给他拿个毯子 趁守卫离开的时候 夏安悄悄地打开了铁门 守卫走进来把毯子递给他 夏安趁机用铁门一下打晕了守卫 把看守打晕后 夏安顺便拿走了他的手枪 一出警察局 夏安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殡仪馆 来到殡仪馆 夏安在地下室却发现了馆长的尸体 馆长死得很突然 但手法不像是老毕所为 说明凶手另有其人 夏安注意到有黑影从殡仪馆跑出去 这一次不可能再让他跑掉了 他一直追到黑影跑到一处废弃农舍 在农舍里夏安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来到里面 夏安一眼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保罗 以及被绑在床上的小雅和他朋友 他们的嘴被封得严严实实 显然是不想让他们呼救 夏安赶紧去解救小雅 但他没有注意到 保罗从后面悄悄站起来 轻松将夏安点晕 原来保罗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真正的变态杀人狂 真相来得有点晚了 夏安醒来发现 自己被靠在柱子上 保罗就在一旁 开始了他的变态死亡游戏 保罗非常喜欢老毕的变态游戏 当他了解到老毕的传奇故事后 这对他发现不满的人生 提供了最好的方法 保罗在学校里是不折不扣的下等人 不被尊重 连在同学集会这种场合 几乎没有人在意他 没有人关心他 他是被边缘化的 被排挤的 于是受尽嘲讽的他 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报复所有曾经羞辱过他的人 他想让一切看不起他的人都去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受害者大多是小雅的同学 但是殡影馆馆长显然是无辜的 游戏先从小雅开始 两个选择 要么饱受折磨 要么让别人去死 小雅不忍心下杀手 做出了选择 紧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轮到小雅的朋友了 没人愿意当杀人凶手 他才用最后的良知来抵抗痛苦 保罗的游戏残酷的进行着 终于小雅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 他做出了选择 杀死朋友 保罗心满意足地执行这个结果 夏安和小雅只能绝望地看着 这样的悲剧再次在自己眼前上演 游戏结束 但这个时候保罗却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保罗这个人也是个心机不矮 原来保罗之所以解救夏安 就是为了将自己的罪行嫁祸给他 他要把小雅和夏安都杀死 造成夏安是杀手的假象 而自己伪装成幸存者 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而他自己将成为揭发凶手的英雄 接下来就是杀死小雅和夏安 在杀掉他们之前 这个变态杀人魔要进行最后一场游戏 剩余死的问题 又一次轮到小雅来做抉择 保罗这一次准备敲掉他的牙齿 要么夏安死 要么砸碎你的牙 保罗还是太年轻 笑看了女人的决心 危机时刻 夏安利用掉下的刀具 忍着剧痛割断了手 挣脱了手铐 捡起手枪打倒了保罗 夏安正在给小雅解绑 突然保罗拿着电机枪站起来 准备反杀夏安 谁知道小雅拿起旁边的电锯 一刀毫不犹豫就劈了下去 保罗这下子彻底死了 在医院里他们得到了治疗 身上的创伤也在逐步痊愈 但是他们都明白 名为恐惧的噩梦将伴随他们一生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啥道理呢 就是以后别闲的没事 就往殡仪馆里跑 好好待在家里 待着不好吗 好了我是阿布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